洪仲秋命案重击国军形象 国防部长高华柱今天表示 他必须要负其政治责任 上个星期就已经向总统 还有行政院长口头请辞 但是总统希望 他先把目前的情况处理好 另外朝野立委也都打算要提案修法 限缩未来军阀审判的范围 让多数案件回归到一般司法体系 洪仲秋猝死案发生 掀起各界对军中人权的重视 讨论修法的声音接连出现 国防部因为是行政机关 他又接领司法权 然后他又有连坐 所以往往越办到越高的 他越不敢真正的办到底 因为他怕连坐 那这样子的司法审判 怎么可能公正 国民党立委丁守中提出 平时军人非涉及军事机密的 军中违法侵权案 应该由普通法院审理 而民进党立委蔡黄囊认为 如果只是部分军中案件 交由司法审判 主观认定仍有困难 他提出另一版本军事审判法修正案 主张战争时期外 应该全面冻结军法审判 虽然蓝绿党团对修法 提出版本不同 但都有共识 希望在下个星期展开的 二次零时会 就能将军事审判法修法 排入优先审查法案 而一旦修法通过 审理中的洪仲丘案子是否适用 国民党团书记长赖世宝表示 要看修法的结果 目前国民党团成立党政平台 会和专家学者及国防部 讨论修法内容 国防部长高华柱说会广纳各方意见 尊重修法结果 虽然已经向行政院长江仪化提出口头请辞 但是刚华柱强调现阶段会先把事情处理好 而国防部二十五号上午也再度与法务部举行记者会 强调军检地检分工合作 一样能够达到第三方调查的目的 此外行政院长江仪化在行政院会也指示 则由政务委员罗银雪成立专案小组 针对军中的申诉制度及禁闭制度等改革检讨 进行督导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